我們現在要上的東西叫功跟能 這是一個重點 當然我們國中並沒有講得非常的仔細 那如果你把我後面要教的功能定理搞得很明白的話 那你解決很多事情就會變得很單純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做功跟能量 我們要先教的是能量 能量這個東西也很難定義什麼叫能量 我們把它比喻成是有一個能力 有一個能力就是你的能力如果越強 能力如果越大就能夠做越多的事情 同樣的能量如果越強越大就能做越多的事情 好我們有的道理說能量就是能夠做工的能力 能夠做工的能力 好打裝機這個現在應該很少 以前的最早高導物在蓋的時候就有 還是非常長 就下面有一根裝子 拉起一根大大的錘子 然後放下來空空空 把它打到地底下去 打裝機可以把它打到地面上 所以這個打裝機有能量 可以把我們的鐵裝呢打到地裡面 頭手丟出這個球可以把玻璃打破 所以這個球是有能量的 它可以把玻璃打破 好能量有很多的形式 就是有光能、熱能、化學能、電能、核能 我們在大部分都會介紹到 我們後面講能力的時候會講到核能 這學期的結束會講到電能 下學期要教電解、電度的時候會有所謂的化學能 化學能 熱能是我們國二上的時候就講過的 那我們在這邊討論兩個能量 動能跟衛能 動能就是因為東西在運動所具有的能量 所以正在奔跑的汽車 投手丟出去的球 流動的水 這些東西都有在動 他們都具有所謂的動能 有動的能量叫做所謂的動能 動能的計算方式我們不推倒了 這是有一個推倒的公式 可以告訴你它怎麼來的 那我們就不推倒了 直接告訴你結論 動能的大小計算方式是2分之1mv平方 m就是質量 單位是公斤 v就是速度 單位是每秒幾公尺 出來的k就叫做動能 單位叫做jower 單位叫做jower 所以k等於2分之1mv平方 先把它背起來 以後請你算動能 就請你算2分之1mv平方 那跟過去差不多 我們很少人質量不告訴你 但是我有可能速度不告訴你 要你去求 結合牛頓第二運動定域 算出加速度之後 就算出3秒鐘之後 速度有多少 我就可以 請問你3秒之後動能有多大 所以在這裡要用到過去 所學過的 F等mA跟過去所學過的速度 及加速度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動能 與質量及速度有關 公式寫錯 公式寫錯 k等於2分之1mv平方 這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那麼我們能量這裡的單位叫做jower 我們在博二的時候學過的單位叫做卡 熱能的單位叫做卡 因為單位不一樣 所以就有一個換算 就會有個換算 那麼 題目跟你寫多少 因為以前有個0.24 有個4.2 0.24 可是後來有人寫個很多說的數字 麻煩 題目寫多少就是多少 會有個換算 OK 好 例題 質量10公斤每秒1公尺 等速率的運動動能多少 很簡單 叫做直接代公式 k等於2分之1mv平方 2分之1mv平方 這算叫做5jower 很簡單 注意單位叫做jower 單位叫jower 很簡單 所以同樣的這麼簡單 請問你直接代公式 指量5公斤原來靜止 4秒之後速率變成6 那動能有多少 這也是直接代公式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問題 14號 問到你會不會太過分 我會 14號來有沒有 多少 50 90 90 你到底說不上還是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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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直接代公式 這都直接代而已 沒有任何的技巧 所以90 jower 所以這90 jower 所以就是90 jower 這個是最簡單的題型 以後的題目沒有這麼簡單 但是直接代就可以解決了 就直接代 動能k等於2分之1mv平方 就是我們做的簡單的練習 所以